看吧我真的是个操心的命 你看我这个胆住的客人 他今天晚上才入住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 记得东西过来 昨天晚上我通过了个摄像头就看到了 通过我家大门口的摄像头就看到了 因为我又怕被盗 因为我们家住的房子 那个包裹经常被盗 被盗过几次了 然后他还送了这么大两箱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他要这里这个人要住十天 所以我今天早上过来跟他 正好我来了 那是外是处理别的事情 所以我我我从酒店一找过来 给他把这个东西收进去 万一他晚上才过来 万一咱等会被偷了 我就怕又又又又是我的事 来都来了 顺便检查一下 看我这个清洁工把卫生打扫的怎么样 这个清洁工真的还挺不错的 他以前是在MGM做的 但是也是我们也培训了 他刚来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一起告诉他怎么样做 床铺怎么样整理 然后头几次 头五次吧 我们基本上每次做完 为什么都跟他做一个 FaceTime视频 看他就已经做的怎么样 让他注意一些 让他注意的一些事件 所以这样做下来 我现在检查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挺干净的 基本都做到位了 就这个有点 这个画有点斜了 做的还挺到位的 我看一下洗手间也还不错 挺干净的 就很多人问我清洁工的事 这个因为我这个清洁工 本来就做我跟我朋友两间的那个胆珠的 然后他还有一些别的 还有一些他自己还有一些客户的 所以他现在肯定接不了新的客人了 所以我就没有给了个给我的朋友们推 但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 自己去培训一个出来更好 就自己挖掘一个清洁工出来 给他好好培训一下 就是好多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个以前给我们做院子的 那个墨西哥工人 我们就他在给我们做院子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聊天 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推给我们 然后他说他老婆 以前这MGM上过班的 在做卫生 所以就正好推给我们了 挺好的 就上次我那个客人 就是我刚刚胆住的客人 就是入住第三批客人 就把我这个房子给损坏的事情 因为他们在里面抽大麻嘛 就是把我这个 Cup Table还有Rux 全部是烧坏了的 还有场面上全部是张张的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维系罩 后来我其实是经过了索赔的 然后经过MBB索赔的 然后这个客人当时一天没有答复我 那个MBB如果那个客人没有答复你的话 第一天 然后你可以就可以要求那个 MBB他们介入的 结果他们介入只有两个星期就处理好了 尤其我提供了所有维修的发票 还有我买这个Cup Table的发票 买这个Rux的发票 还有维修的所有的维修的发票 我给他们提供上去之后 我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快的 基本上两个星期就给我全额赔赏了 在这个赔赏过程中 那个MBB的那个薯培大使 还有问过我就说 有没有就说 因为他有发那个墙壁很张的照片给他们 他们就问我 就说你没有发那个墙壁 那个就维修 或者是那个TUS的照片给我们 那个照片 那个录好的照片 和那个维修好的发票给我们 我们可以跟你这个也一起给你赔赏 然后因为那个墙壁 我们家本来就有那个 之前的这个房子游戏的这个油漆嘛 然后我老公就自己把它 花了两天时间把它全部塌起好了 就所以我就跟他说 哎 我说这个不用赔赏了 因为这个就是花了点人工和时间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老公 我想尽快把房子弄好好处中嘛 所以我就喊我老公维修的 然后那个薯培大使真的很nice 他还问了我两次 他说你真的确定你不用赔赏吗 我说真的是确定 我说因为确实我 我确实自己维修的 也没有花多少时间 就是就是也没有花多少钱 就是花了点时间嘛 然后真的是 然后很快就给我全额 把那个我要求的那个 赔赔的款项 所以我提供了所有的发票的 维修的发票 所以清洁的 低不可恋的那个清洁的发票 然后就真的马上就给我赔赔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胆住上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通过平台出售的话 特别是通过IMBB这个平台出售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他们现在那个他们 他们那个保险叫什么 L-Cawo就是中文叫 世海无忧 以前的他的保险的额度是100万美元 好像今年升级到300万美元的 所以我觉得IMBB这个公司的平台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其实我一直永远他们家的股票 因为之前的时候 他们刚刚上市的时候 其实已经送了给股东 好像我是拿了几百个股票 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好像就是他们的那个 就是那个60多块钱的 那个上市价格 就所有的房东都可以申请的 反正我是申请到的 当时股票价格是涨到了 我是花了多少钱 花了不到一万块钱 涨到了四万五 但是我没卖 现在又跌下来了 现在跌到两个块钱左右了吧 但是我也没有看他的小账户 所以我一直放到那里 也不用去关注他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发展应该还不错的吧 我就放到这里吧 也不管他了 反正就是 我本身也没花多少钱 本身买的就是他们的 商市的价格 所以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放到这个平台上 广大的房东是可以放心的 是不用太担心的 这起码 因为他会有一个 他会给你理赔的 就是说是万一碰到不好的客人 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不好的客人 就是说 虽然是给你数回来 但是还是有些损伤的 比如说我这个沙发 他就是说有点小痕迹 你不可能把这个沙发整天给换掉了 所以你还是多少 多少会有一些有些有些有些损失的 就是我们尽量避免 但是如果说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避免到 好像他们现在他们的系统升级了 现在就是可以就是他们的系统可以辨别一些 就是一些不好的客人 比如说那些客人会损坏你的房屋的 会开party的那种 好像他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系统识别 就是就是挑选客人 就是说可以就是今年反正以来就是少了百分之八十五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比较差的这种 就是很很坏的客人 就是已经就是就是很多可以识别出来 哎反正就希望越来越好吧 就是就是尽量就说是不要有任何的 就是接待的客人都是好的 我现在就是设置了 就是一定要有平价的客人才能订我的房 就是希望以后不要碰到这样的客人吧 我检查了一下都不错 都打烧的很干净 我看一下冰箱 冰箱它也基本上都按我的 约定就是把所有的朋友都扔掉了 就是那点 这个鸡蛋应该是好的 所以它没有人完 这个客人 我现在今天晚上入住的客人还挺好的 他订了差不多十天吧十天三千多块钱 这三千多块钱就等于帮我把这一个月的费用全部给开我了 所以我这剩下的二十天就住住就无所谓了 就是空着这里也可以啊 或者说是我偶尔过来住一住也可以 如果我想的话 最近我基本上都一个星期在加州 一个星期在拉斯维加斯 因为我另外一套房子不是因为楼上另外一套长租的房子 因为楼上那个邻居忘了关水龙头漏水嘛 现在最近就经常过来就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要跟保险公司交涉赔偿啊 因为我的那个长租的客人 他们住着房子里面呢 你还给他包销这个 他们现在住酒店呢 给他包销酒店费用啊 就很多事情要跟保险公司交涉 反正就是一大堆事要处理 反正长租胆住都是蛮多事情要处理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胆住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虽然上次出了点意外 就是客人把房间把房子损坏得很严重 但是现在我全部换了 那个MB也给我全部赎赔了 然后最近接到的客人都不错 最近的客人都把房子打烧得特别干净 然后特别整洁 就是特别就是让我踏实 慢慢来吧 一步步来吧 希望以后的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挺干净的房子 我特别喜欢我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啊 我自己家的都没有升级成这样 这个出租屋升级这样挺好的 它是等于是 一般都是两个小的嘛 所以房东也很挤 现在这一个大的特别好 就是我有时候还有兴趣 偶尔来住一下 虽然这房子便宜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我这个灯的升级的都挺漂亮 装修的都挺漂亮 买的都挺漂亮 我没有打开 好吧 现在走了 把灯都关了 希望这个客人在这里 10天做的开心 在门口这两个小巷也挺漂亮 走了 等这个客人10号走了 我再过来看一看